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什么是压缩机呢 我们通常这样总结 压缩机是一种提高气体压力或输送气体的机械 应用广泛是一种通用机械 压缩机是一种机械 或者说一种机器 这种机器的功能就是提高气体压力或输送气体 当然顾名思义我们也能理解什么是压缩 生活中我们见过压缩饼干 电脑中还经常使用压缩软件 而压缩机一般特指对气体进行压缩 结果就是实现了气体的压力提高或气体输送的功能 那么 为什么说压缩机是一种通用机械呢 原因是压缩机的应用广泛 遍布于各个工业领域 根据国家发改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的统计 压缩空气系统耗电量占全国总用电量的9.4% 风机系统耗电量占全国总用电量的10.4% 空调系统耗电量占全国总用电量的6.4% 而这些系统的核心设备就是压缩机 这足以说明压缩机的应用之广泛 同时也说明了这种通用机械在国民经济领域的重要地位 好 接下来的问题是 压缩机如何实现气体压缩呢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 气体压缩实际上就是提高气体的压强或者说压力 关于气体压强 物理学中有明确的定义和描述 即大量分子对气壁持续不断碰撞产生的压力 所以压强等于壁面受到的力除以面积 气体分子动理论的分析结果表明 压强与单位体积内分子数量 也就是密度和分子平均动能的成绩是成正比的 显然 如果将气体的密度提高 可以提高气体的压强 因此 将一定质量的气体封闭在某个溶机内 缩小封闭溶机的体积 气体的密度将提高 气体的压强提高 就实现了气体压缩 我们把这种通过缩小封闭溶机体积 实现气体压力提高的机械 称为溶机式压缩机 另外一方面 同学们在中学物理课上做过滚摆动能 适能转换的实验 在实验中 滚摆的动能与适能可相互转换 实际上 气体的动能与适能 内能也能相互转换 当然 不严格的讲 在这里 把气体的适能称为压力能 更加通用 这一方面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在流体力学的课程中 已经有所了解 比如 在景思瑞教授的流体力学教材中 就有这样一道题 求一元等伤气流的制止压力和制止温度 我们可以看到 在制止点 气体的压力和温度都提高了 在这个过程中 气体的动能转换为了压力能和内能 气体的压力提高了 是一个压缩过程 如果按照流体力学原理 列出定长一元等伤流动的方程 列出进出口之间的能量方程 我们可以定量地描述这种能量转换 例如 当出口速度V2降低为0后 可以发现 入口的流体动能转换为了出口的内能和压力能 因此 我们把通过提高气体的速度 也就是动能之后 将气体的动能转换为气体的压力能的机械 称为动力式压缩机 作为前面的分析 我们可以从实际用途和能量转换两个角度去理解压缩机的功能 那就是提高气体压力和输送气体 以及将原动机输入的机械能转换为气体的压力能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无论是动力式压缩机还是容积式压缩机 都能提高气体压力 输送气体 同时 它们也都将原动机的机械能转换为气体的压力能 只是实现气体压缩的方式有所不同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内容 谢谢大家